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涨超过了接近于190个点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大幅上涨 中国股市呢则再一次出现反复 昨天呢上证指数和升成方面分别是下跌0.7%和0.8% 目前呢上海和深圳依然是在关键价格 上海是在3150点上下来回 深圳呢则反复围绕着10100点附近在反复的震荡 欧洲方面呢昨天也是涨跌不一 英国和德国啊 英国和法国出现了下跌 而德国出现了上涨 但是幅度呢也都在0.5%以内 美国股市也是一样 两三大指数中两个指数呢是出现了下跌 只有道琼斯有0.2%的上涨 那么在今天澳洲时间早上凌晨4点钟 美联储也是再一次提升了美元的基础利息 从过去的1%现在升上上升到了1.25%啊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使得美元目前也是在今年第二次加息了 预计在未来的六个月中还会有一次加息 那么除了这则消息以外 那另外黄金价格因为美元的加息而变得反复无常 一度曾经出现大涨之后呢一个小时内又出现大跌 目前是稳定在1265附近 石油价格呢则因为是储量数据 石油这个储量呢意外再创新高 使得呢油价出现了3%的下跌 目前收盘是在44块7毛3 也是过去是从去年11月到现在的一个最低价 那么今天的头条毫无疑问就是美联储的加息了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几乎所有的财经媒体呢 谈论的都是美国加息的事 我想大家也一定是想知道一下呢 这美联储加息对于咱们经济和市场到底有什么影响 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我们都知道呢今天早上呢 在澳洲时间凌晨4点钟 美联储是把利率呢提高到了1.25% 那距离曾经是高息货币的澳元的1.5 也仅仅是相差了25个基点 然后在随后的声明中呢 美联储也基本上是肯定了美国的经济的增长 而且对于现在全球的复苏也是持有一个乐观的态度 但是并没有说明它是否是包含了中国在内 那么从这个他们的随后的声明中也看出来啊 虽然现在美国的通胀的要求 也就是物价上涨并没有达到美联储的设计目标 但是呢他们依然是选择了加息 这释放出来的信号就非常的强烈 咱们知道呢通常来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下跌的时候啊 政府呢会增加这个支出 央行呢可以通过降息降低准备金啊 再不行的话呢可以通过印钱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 那同样当经济好转复苏的时候呢 原本这个低利率啊就要逐步的恢复正常 同时以前印出去的钱也要慢慢的再把它收回来啊 那么前者我们知道降息降准以及印钱会导致一个货币的贬值 那么同样在后者的时候呢啊 这个加息啊以及呢从市场上回收之前的钱将会使一个货币呢 逐步开始缓慢的升值 而美元就是建立在目前这样一个升值的大背景环境之下 所以说今天呢虽然说早上加了25个点 但是我们知道更重要的话题就是美联储进一步确认了 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正式的开始呢 从市场上回收美元啊 这个信号呢其实也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到美元的未来的走势将依然会保持一个大体向上的走势 除了加息之外啊 美联储还会从市场上收购多余的美元 那么自然而然市场上存在的美元少了 那么美元的价值也会上涨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暂时是不会发生改变 那可能大家会想那么美国这次的加息 对于未来啊 美国经济以及甚至于是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市场 会有什么预示的作用吗 我们知道呢 之前说过一个国家的经济好 那他的货币就会强 股市就会上涨 所以说呢 现在美联储发表了他们对于美国未来经济强有力的信心的一个声明 其实也是鼓舞了这个世界投资者的进一步的去购买美元资产 我们知道呢 另外一点的话呢 我们之前被奉为这个高息货币的像澳元啊 像新币啊这些 现在的利率只有1.5% 跟美元几乎已经差不多了 到今年年底预计美元还会加一次息 达到和澳元一样的1.5%的年利率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知道现在澳洲和美国经济啊 一个是好 一个是坏 另外呢 我们知道澳洲的铁矿石这边呢 也是迟迟的回不去500人民币以上的价格 因此在大环境上 目前呢 美国毫无疑问的是呢 将会强于澳洲 所以说 即便是今天我们看到了澳元 有短暂的强势走势 但是从中长期的大环境 目前来看 澳元并没有啊 这个基本面的支撑 所以说 从长期的走势来看 我依然个人呢 是并不看好 澳元的走势 所以说从接下来的情况来看呢 美国的加息 毫无疑问 对于美国本地的金融企业来说 将会呢 带来他们更多的美元资金 世界的资金将会流向美国 所以说 美元加息对于美国金融业是件好事 那么刚才说资金会流向美国 那么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 比如说像今天的澳洲 在白天时间澳洲的金融行业就发生了超过2.5%以上的下跌 这么大下跌的背后就是因为担心美元加息之后呢吸引大量的资金从高级货币中撤离 那么这个呢 就是目前一个美元加息之后将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元今天凌晨加息到今天晚上 依然市场会出现巨大的波动 因此对于我们比较保守或者说刚入门的投资者来说 今天呢 暂时是以不交易为好 咱们呢 先是观望等待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做决定 那最后呢 今天要说一下今晚的这个重大消息 今天晚上也是重要事情纷纷上台 5点30分 瑞士央行将会发表最新的瑞士法郎利率决议 6点30分 英国的零售业数据 9点钟的时候呢 是英国央行利率决议 再到晚上10点30分 是美国首次失业金申请人数 因此在今天晚上 瑞士法郎英镑和美元将会发生巨大的波动 投资者一定要小心面对 那感谢各位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